大家好,最近经常有花友私信自己的茶花总是出现胶尖烂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从他们发过来的照片里面发现一个问题 10个人里面至少有9个人这个茶花用的土都是红壤土 那么为什么用红壤土会导致茶花出现胶尖烂根的现象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红壤土它是酸性的 而且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对于茶花这种洗酸植物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适用的 但是呢不适合盆栽特别不适合新手 因为红壤土粘性非常重 我们用盆栽栽种的话呢这个土壤的透气沥水性非常的差 后期呢就很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现象 而这些花友之所以会用上这个红壤土呢 是因为网上啊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都会发现 这些红壤土都被包装为这个茶花专用土 虽然它可以养茶花但是呢不适合新手盆栽使用 那么养茶花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土呢 茶花配土啊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上这个泥碳土 再加上合砂配置起来就可以拿来栽种茶花了 因为这个泥碳呢它也是酸性的 而且呢加上合砂透气沥水性非常的好 栽种茶花后期的养货非常的简单 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现象 就算你没有这个泥碳土啊 你就算是用上营养土也比用红壤土好 除了我们不能用红壤土栽种之外呢 在用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选择太深的盆 但是也不能够用太浅的盆 用盆的时候呢最好就是选择这种控根盆 四周都有透气孔的 这样呢盆土的透气沥水性才会更好 根系啊在这个比较透气的环境下呢就不容易烂根 如果是一些北方花有这个土质水质偏碱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平时用肥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用上这个洗酸植物型的有机营养液 这个洗酸营养液呢是专门针对茶花这种洗酸花卉 既可以补酸又可以补肥 所以我们在给茶花配土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如果是新手花有不懂怎么养花 或者是盆栽的话呢 最好就是不要用这个红壤土 用一些特别疏松透气的土壤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